MING PAO CANADA 版本 MING PAO CANADA 版本 MING PA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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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朋友 歡迎回來高達老母 今集我們會看看 Robot W1 和Gundam Fix Havy Gundam 的詳細比較 如果大家未看這兩盒玩具的開箱片 就可以在上面的連結 看回 Robot W1 的散件 因為它本身的顏色 已經是膠原料的顏色 所以 有一點點看起來是膠膠的 不過那些效果 真的做得很漂亮 它的本體 也是非常滅瘦 忠於動畫版的原珠 而Gundam Fix 件數真的多得很厲害 而且幾乎每一件件 除了透明那些 都有做到上色 因為有這個Version Car的加持 很多細節 很多Marking 而且外形 是很帥 大家可以看看 各款1比144 機體的比較 由最左邊數起 就是RG 然後 Super HMC Pro 跟著 Robot W1 和另外兩隻 比較早期的Gundam Fix Figuration Gundam Fix 它本身已經有幾個不同的版本 我們有機會的時候 再為大家介紹 好了 我們先看看 這兩部的機體 在FA的狀態 大家可以看到 在Gundam Fix 因為它是Version Car設定 非常宏偉 給了一種很重的感覺 而那個綠色 配灰色 我也是非常喜歡的 這兩個腳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個呢 而Robot W1 因為它是Version Anime 所以它就做到 比較撩瘦 它的腳的比例 也會比較長 大家也可以特別留意一下 它的肩甲 胸口 和頭上的 仔細設定 好 接著我們就比較一下本體 Robot W1 的背包 是不可以拆出來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而Gundam Fix 本身 它是一個 一雞兩尾的玩具 裡面這隻本體 就是Prototype Robot W1 方面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的顏色 都幾近似Prototype 這一隻 不過它在仔細的部位 就沒有做到坑位 搭巴士 大家可以看到 Robot W1 最著名的後頸可以咬後 兩款高達 都可以做到單腳企 當然 Robot W1的賣點 就是可動性非常高 連肩膀都可以 抽一隻手上去 Gundam Fix 因為前夾不可以拿起 所以提腿的幅度非常小 而Robot W1的重點 當然是玩Effect 大家可以看到 這隻 真的比較收場 而且 它在機體的平衡 也相當好 我這個動作 是沒有任何支架的 另外 拆了甲的時候 動作範圍 就更加大了 配起Effect 這件揮劍的動作 真的非常有益 例如這些 迴旋踢的動作 也絕對難不到 Robot W1 但可惜 就是因為背包 感覺有點怪 當然 高難度的動作 怎麼少得 彭丹的拱橋 還可以夾空 不是開玩笑的 如果你問我 喜歡Robot W1 還是GUNDAM FIX 我都可以很肯定地回答 我喜歡GUNDAM FIX 因為就這樣看看 這個 Full Armour狀態的 HAPPY GUNDAM 那個質感真的很重要 很重 火箭炮 機槍 肩膀炮 還有一支光槍 真的很棒 而且背部的設定 都很美 各方面的細節 都十足 而且拆了 裝甲之後 還有一隻 鋪圖鞋 真的可以一雞兩尾 之前開箱的時候 也提到 這個設定 是有兩個盾 跟現在GUNDAM ORIGIN 單盾複合型 有少少不同 你讓我選擇 我都會喜歡 兩個盾一起裝 感覺上 真的有點高達無雙 可惜的就是 GUNDAM FIX的活動範圍 真的相當有限 我想坐下這個馬 擺個漂亮姿勢 都實在是有點困難 因為 它這個前甲 是不可以翻開的 大腿就不可以 再咬前一點 當然有幣 當然有利 GUNDAM FIX這盒 GUNDAM FIX的配件數量 真的多 除了剛剛看的火箭炮 激光槍之外 還有我最喜歡的鏈鎚 加上這支槍 配搭起來 玩法更多 但是GUNDAM FIX 有一個最大的缺點 就是QC出名差 除了在開箱片 看到我有一個戰損的部分 還有頭部 在這個腳上 都會有很多 應該是油漆的花痕 但是它本身的關節設計 其實不差 它就這樣 腳跟就已經用了兩個Join 而且 這個反腳板的設計 我想起 真的很像Mk II 好啦 比較就差不多 Robot 1 因為它的可動關節比較多 擺的姿勢當然好一點 但是如果你喜歡 油了顏色 又有Version Car的味道 我想你就一定要選擇 GUNDAM FIX 好啦 這個Happy Gundam的系列 就來到這裡 我用了相當多的時間 拍片 還有做剪輯的 我希望大家喜歡 大家歡迎在下面留言 看看 喜歡哪一隻比較多 其實我還有很多玩具 老母 跟大家分享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你們的支持 就是讓我繼續拍片的最大鼓勵 記得分享出去給其他人 先這樣 拜拜